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关于玄冰孙一珍儿子的长相 他们夫妻俩是这么说的 玄冰说我还不确定 似乎像是父亲和母亲的脸混合的 同时玄冰也表达了对二岁孩子长相的期待 不知道之后的最终归宿在哪里 而孙一珍则是说儿子更像自己多一些 在长相上面怎么看都像自己 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 孩子的改变非常快 在个性方面他甜笑着声称期待向爸爸多一些 自先孙一珍也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面晒娃 孙一仙在ins晒出了和儿子玩贴纸的日常 好温馨 依重互联网一意被肉糊糊的小手小脚蒙翻了 虽然宝宝没露脸也被笃定认为是神仙颜值 甚至被网友隔空喊话一定要勇闯寒语 原因无他爸妈都是颜值天才 孙一仙更是露个手都被大家溺爱夸奖的女神 比起两人高龄做爹吗 网友最关心的还是这对严霸夫妻生的儿子到底能帅成什么样 虽然目前两人还没有正式公布儿子照片 但网友早已被吊足了胃口 如今也有一张疑似甜痘的正脸照片曝光了 有人找到俩人小时候的照片真是堪称神奇 居然相似度这么高 像姐弟 看到这张甜痘照片以后 网友们纷纷感叹 确实更像是女孩子啊 跟玄冰孙一珍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甚至还有人说一家三口公用一张脸 作为父亲的玄冰都曾经接受访问 透露儿子的长相 当时他表示不太清楚 大概是混合着爸爸跟妈妈的长相 不过当时玄冰就有表示过 大家都告诉他孩子的样貌会随着长大一直转变 到了孙一珍接受访问时 孩子也已经差不多10个月大了 根据妈妈所指 很多人都说长得像我跟老公的综合体 眼睛以上的部分像我 以下的就像爸爸 不过听说孩子的脸会一直变化 但目前是像我多一点 所以很开心 关于二胎孙一珍坦言 有想过玄冰夫妇二人婚前婚后一样恩爱 加上拥有着足够的财力 又有绝佳的DNA 很多人都关心他们会否有二胎的计划 为儿子添个弟妹 孙一珍这次亦有回应外界的好奇 她叹言并非没有想过 但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况且现在儿子实在太漂亮 大概是想要好好珍惜跟她的相处 不想二胎分走她的关注吧 看来想听到玄冰夫妇的好消息 还要慢慢等待呢 即使在此前 孙一珍也曾不小心暴露过甜豆小时候的照片 就是在机场 在宝贝儿子降生后 孙一珍一直保持低调 很少在媒体前现身 直到最近她前往巴黎参加时装秀 才首次在产后露面 管上完秀后 孙一珍匆匆赶回韩国 与八个月大的儿子团聚 在回国的路上 她成为了媒体和粉丝们的焦点 这次曝光中 人们还偶然看到了孙一珍手机的屏保 这个新妈妈将儿子的照片设置成了手机背景 可见她对儿子的神爱和思念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位宝贝儿子皮肤雪白 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 眼睛大而圆 鼻子挺拔 小嘴樱桃般可爱 可以想象她长大后的颜值肯定会令人惊艳 不过玄冰和孙一珍对于儿子的保护是很好的 至今都没有准确的甜豆照片流出 截止到目前为止 孙一珍和玄冰从未公开孩子的正脸 甚至连背影照都没有公开 仅公开了一张脚丫照报喜 本就对私生活很注重保密的两人 也不会随意公开儿子的长相 即使这样也蛮好的 毕竟两人名气太高 公开儿子的长相反而给她的成长增添了很多不必要的关注 作为父母的两人 肯定希望儿子拥有健康快乐 不被聚光灯围绕的童年 像瑞和金泰熙一样 全方位保护孩子的隐私 选兵之前也谈到了得子感想 表示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作为一家之主和帅气的爸爸 更要努力工作 孙一珍发长文中也提到了自己当妈妈后 好像长大了 面对珍贵的小生命 也让她变得更坚强 孙一珍感谢了很多帮助她的人 尤其提到了在月子会所时 审便人给予了她最好的照顾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孙一珍通过合理饮食 取得了短期减重的成功 11月27日 孙一珍顺产生下儿子小番茄 虽然宝宝比预产期提前到来 一度打乱了孙一珍和玄冰提前安排好的计划 好在孩子非常健康可爱 入院升级成妈妈的孙一珍 自然也沉浸在无边喜悦中 当天便通过公司对外发声宣布喜讯 孙一珍已进入首尔地区的产后 护理中心进行休养 据此前韩威报道 玄冰眼下有拍摄任务在身 27日当天还在蒙古拍摄电影新作《哈尔滨》 遗憾没能陪在妻子身边见证新生命的降生 不过11月29日 玄冰所在的经纪公司却做出辟谣 否认了玄冰没有陪伴妻子生产的说法 对此相关人员表示 玄冰现在人在韩国 全程陪伴妻子生产 将来当玄冰得知孙一珍要提前生孩子 以火速赶回家陪伴 当前也肩负起照顾妻儿的重任 据了解 电影《哈尔滨》已经与本月在蒙古地区取景拍摄 不过韩媒报道 玄冰已经在26日返韩 正好在孙一珍生宝宝的前一天赶回来了 不得不夸玄冰真是顾佳爱妻的好男人 而他也正在和亲友们一起庆祝 为儿子的诞生还心不已 29日 有网友还公开了玄冰疑似返韩的偶遇照片 当天玄冰一身黑色休闲运动装扮 看上去有微剑林 可以看出 或许是为了配合新作中的造型 玄冰如今把头发刻意留长 一秒重回韩系华美男时的状态 在赶路过程中 玄冰的头发略显凌乱 全程不履匆匆 看来嫂已经归心似箭 十分挂念妻子孙一珍的状况 如今终于等到妻子平安顺利的诞下儿子 讲必玄冰一直高悬的心终于可以彻底放下 让人喜应笑王子的消息 也得到了海内外网友的诚挚祝福 孙一珍和玄冰是演艺界中非常受欢迎的雕刻美男美女 两人从恋情曝光到修成正果都备受关注 高颜值加高颜值的强强联合 他们的孩子该有多好看啊 这一问题也备受关注 于是他们根据收集到的孙一珍和玄冰小时候的照片 制作了一张儿子的合成照 颜值确实很高 鼻子是小时候遗传父亲的 完美的眼睛和嘴巴是从小遗传给妈妈的 作为韩芸圈护生最高的明星夫妇 玄冰与孙一珍的恋爱经历 简直比偶像剧情节还要浪漫动人 2022年1月份 孙一珍发布动态正式官宣两人恋情 3月份 两人便精心筹备了一场盛大唯美的婚礼 婚礼各项流程结束之后 小两口还展开蜜月之旅 在此过程 很多网友都密切关注两人的最新动向 在路人镜头中的二人感情比想象中还要深厚 婚后的孙一珍便暂且搁置手头的工作 一门心思的在家修养身心与享受生活 而玄冰则以最快速度回到事业领域 毕竟已经结婚成家的她日后要承担更多责任 自己更需要拿出百分百的镜头 来为家人创造更为理想的生活条件 归看孙一珍运气过程中的日常动态 可以看出婚后的她一直沉浸在幸福与甜蜜之中 在家休养的这段时间 孙一珍更是花费心思提升厨艺 时不时会晒出自己亲手烹饪的美味菜肴 她还参加了好友的婚礼 经常上网与好友互动 不过她本人十分低调 很少公开秀恩爱 如今玄冰与孙一珍已经从二人世界升级为三口之家 希望两人能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幸福 也希望可爱的小番茄在家人的呵护下可以健康着装地成长 这么多了 感谢观看